要让,你要让孩子知道不完美并不是错误,所有的人都会犯错,父母勇于承认错误就是在用智能和健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去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并指导他们去建立和维持与他人的关系。 就拿我来说,我就没少犯错,每当我特别忙碌或者压力过大的时候,我常常会忍不住大喊,现在你就给我去做。 但是我马上就会接着说,我很抱歉,对你们用了不恰当的语调,但是妈妈又乐又累,我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这样说话,我只是希望我们都能按时出发,所以我需要一点帮助,我可以请你帮忙吗? 当你发现自己因为不堪重负,而无法对孩子进行情感引导的时候,所要的是你的孩子知道即使父母也会同样犯触。 但你会因为自己不恰当的反应而感到懊悔,孩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天生富有同情心和宽容心,会接近全力地去帮助你。 孩子们不会同情那些惩罚他们的家长,但如果你是孩子的情感引导者的话,他们就会在你遇到困难和倒退的时候给予你同情。 无论你为孩子付出了多少,你都只会从他们那里收获更多。 事实上,有一天,你甚至可能发现,你的孩子已经在情感上和社交能力上超越了。 因为,你曾教导过他们如何细心地去体会他人和自己的情感,所以,他们才能更清晰地盼导环境,接受过情感引导的孩子知道该如何分辨试辉。 他们也更善于捕捉他人流露出来的线索。 当你做错了事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觉察,然后单纯指出。 接受过情感引导的孩子,会在父母一时失误的时候,把他们指证。 我的儿子就不止一次抓住了我的错误。 我从不休于承认我是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母亲。 这种清醒的认识,让我时刻牢记要脚踏实地。 闪电妙语小贴士 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或者加以管教。 但是在这种时候,你更应该除了给予同情之外,什么都不做。 最好等到每个人都平静下来之后,再和孩子一起去讨论解决的方法。 通过同情孩子所培养起来的感情,是一种无比奇妙的感觉。 这也是我鼓励各位家长去尝试的首选策略。 第三章 婴儿期开始种下亲密基因。 我们的孩子正栖息在草边,他们煽动着稚嫩的翅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并朝我们按起他们的脖颈。 要知道,这每一次展翅都是一个契机,每一声呢喃都是一条信息,每一次按手都是一份礼物。 在孩子出生之后的第一年,父母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他们迈入下一个发育的阶段。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和行为学系教授艾伦舒尔,把这个时期亲子之间的互动称之为激发阶段。 我们会积极地鼓励孩子去探索,发声和交流,来激发他们的潜能。 我们会逗孩子玩,帮助他保持站立的知识,或者观察他是不是想要去拿某个玩具。 我们努力寻找着任何进步的蛛丝马迹,并激发孩子去拓展他所有的技能。 幼儿生命的第二年,则主要是在父母的严密保护下渡过,这标志着激发阶段的结束和限制阶段的开始。 这个时期,并而开始四处活动,爬行,直至学会走路和奔跑。 这时的父母们寸步不离地跟在孩子身后,告诉他们,不要摸这个,小心那个,不要去那里,这个小孩子不能碰。 既然,你已经越来越多地对碳水中的宝宝发出口头指令,也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开始对孩子进行情感引导。 这个时间,大体上,是在他们过完第一个生日之后,你开始影响发育的进程。 你在孩子生命的前两年里所做的一切,不仅会影响到他现阶段的状况,也将决定他在未来的发展。 这是你和孩子建立情感有待的最关键时期。 当你抱起正在哭泣的孩子的时候,他会因此而知道,有你在照顾着他。 当你抱着他,轻轻摇晃哄他入睡的时候,他会因此而感到安全和平静。 当你在他遇到挫折和困难后,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会因此而知道你对他的重视和关心。 当你爱他并珍惜他的时候,他也会因此而学会去同样对待别人。 父母在这两年中的所作所为,对宝宝大脑中的诸多的重要神经网络产生生怨的影响,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 这就是布鲁斯·佩里所说的得知与失知的概念。 一个不曾得到过爱护、拥抱和楼声声语的孩子,是无法和他人正常交往的。 即便是在他长大以后,也没有能力去维持长期的健康和情感关系。 年幼的孩子需要父母来引导他们度过童年的初期,你有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 婴儿是如何学习? 婴儿的大脑拥有比成人更多的神经连接,却远不如成人的大脑那么有效率。 随着宝宝大脑的发育,一些没有用处的神经连接会慢慢消失,余下的逐渐稳定下来并开始自动运转。 大脑具有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如果一个孩子在充满敌意和混乱的家庭环境中生活,他们就会优先发展那些有助于适应这种环境的技能。 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只有少量的或者根本没有互动的环境里,他们就无法掌握在成年以后所必须具备的社交能力。 如果我们能给予孩子一个充满爱、平静和安全的环境,他们也会把这些特色融入自身的性格当中并进一步强化。 从神经学的角度讲,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对孩子的大脑产生影响,尽管宝宝生来就已经具备了所有的神经细胞、神经元和突出。 足以满足学习的需要,但是他们的大脑仍在发育当中,所以部分的取决于环境对他们的塑造。 幼儿期是大脑发育的敏感时期,消极或者有害的体验很不容易被遗忘。 当然,即使过了这个阶段,你也仍然可以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和情感经验,所以用不着气馁。 我只是想强调,对孩子的一生来说,最关键的时期就是他们的情感发育开始门动的时候。 现在你知道自己有着多么大的权利和影响,是不是很想为你的孩子做到最好呢? 你可以让他们得知或者失知,就是这么简单。 请给予宝宝正常的呵护,教导他如何恰当地表达情感,但最重要的是要无条件地去爱你的孩子。 新生儿不会被惯怀,婴儿不会用语言或者其他直接了单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唯有通过哭泣来传达这些愿望,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认真观察他们的肢体语言,微笑,皱眉,流泪,疲惫地揉眼睛,并慢慢成为一个解读孩子的专家。 六个月以下的婴儿,由于大脑发育水平的限制还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是我安慰的能力也极其有限,婴儿几乎完全依赖于照顾他们的研究表明。 经常被拥抱和安抚的婴儿哭得更少,更信任他们,也更加独立,父母要随时关注宝宝的每一个反应,掌握他的特点,才能搞清楚孩子什么时候需要单独待着或者安静一会。 过多的对婴儿说话,抚摸和唱歌,有可能会导致他们过度兴奋。 有些婴儿会因此而转移视线,咳嗽或者变得暴躁,这是他们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网够了。 你的直觉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应当去呵护,摇晃和拥抱你的宝宝,也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让孩子休息,去享受宁静。 该让孩子一直哭下去吗? 关于是否应该让孩子一直哭下去的争论,可谓是铺天盖地,足以让你为此而感到眩晕和困惑。 作为父母,我们本能地想要避免让孩子受苦,而且让婴儿一直哭,其实对父母的折磨要远大于对宝宝的。 我个人不建议让新生儿哭太长时间,因为四个月以下的婴儿的神经系统还非常不成熟, 因此他们在哭泣的时候需要被摇晃或者被拥抱。 许多专家和家长们认为,孩子应该学会自己露睡并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我并不反对这种观点,宝宝当然需要习惯自己露睡。 不过,我认为六个月以下的孩子仍然需要父母哄劝和安慰的方式来帮助他安心和平静的露睡。 情感引导的其他注意事项 概括地说,经过情感引导的孩子都知道,任何一种情绪都是重要的,具有影响力的。 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会更加坚强,并对自己的沟通能力更有信心,让你的言行保持一致。 情感引导最关键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注意你的肢体语言和你话语保持统明性。 当孩子把牛奶撒在地板上的时候,如果你一边叹气,一边言不由衷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同时又带着怒气擦拭地板的话,你的口气和肢体语言显然和你的语义不一致, 孩子会觉察出你言行之间的矛盾,并维持困惑。 为了有效地进行情感引导,你的言行必须是和谐统一的。 我的大儿子很敏感,而且非常善于判断他人的情绪。 有一次,我和丈夫发生了小小的不愉快,我的儿子问我,妈妈,你高兴吗? 我说,亲爱的,我很高兴,并试图继续隐藏我因为和丈夫争吵而拦起的怒气。 我的儿子接着又说,可你的表情和动作都不像是高兴的样子啊。 可见受过情感引导的孩子,通常尚以捕捉语言和肢体上所流露出来的蛛丝马迹。 让孩子知道大人会帮助他们,教会孩子们说帮助这个词, 可以大大的减少尖叫和牢骚的次数。 对于年纪太小,还不具备必要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孩子来说, 尖叫是获得大人注意力的首选方式。 通过教你的孩子说帮助,他会用这个新词来取代尖叫, 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有时候不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找谁帮助,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和其他大人都会帮助他。 例如,你可以告诉他,妈妈在这里,妈妈随时都会帮助你的。 这种提醒会让他们在需要的时候直到来找你。 当孩子们所掌握的词汇尚且有限的时候,会很容易冲动, 所以在这种时候,要特别鼓励孩子动口而不是动手。 在需要的时候,应该去找大人帮助, 为了扩充孩子的情感词汇量。 你要在他请求帮助的时候,态度始风如一, 别忘了发挥你的各方面技能,包括观察、倾听、辨别、情感。 跟孩子仿佛说帮助这个词,然后再给予他们帮助。 要知道,这些棘手的情感状况, 这是你和孩子增进感情的绝佳机会。 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他们所爱的人理解和帮助, 更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了。 这样做会巩固你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你越是坚持这样帮助孩子, 或者和他们齐心协力完成一项工作, 或者给予他们情感引导, 你的孩子就会越发把你当作一个可靠的盟友, 同时,他们也会更好地知道该如何去运用你教给他的技能, 因为他们会不断地观察和学习,并效仿你的行为。 情感引导实践 情感引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练习变得更加容易。 他的前三个要素, 播种、观察和判断、 倾听将很快成为你的第二天性。 更好地给孩子理解和同情, 并让他积极地动脑去寻找解决办法。 当你坚持, 把成为最好的情感引导者当作自己的目标而去努力的时候, 如同其他技能一样,情感引导也会熟能生巧。 何赛和他的倔强女儿的故事 何赛有个四岁的女儿叫玛丽, 她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叛逆的时期, 她对父母的任何要求的回答都是,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一个三岁的孩子顶多只会说不, 但四岁的孩子更加独立, 他们拒绝的方式也更超高, 也更高超。 何赛对我们说, 当我的女儿顶嘴的时候, 我觉得她欠缺管教, 要知道我是她的父亲, 我说什么她就应该做什么, 不是吗? 我很难理解何赛的感受, 没有人喜欢被孩子顶嘴, 或者彻头彻尾的拒绝, 我建议她朝着共同承担责任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尝试, 这意味着父母在严格约束孩子的同时, 还要抱有同情之心, 要让孩子知道该做什么, 又要指导她怎么去做, 有时候既要严格约束, 又要给予支持, 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但我还是鼓励何赛去勇敢尝试, 一个星期之后, 当我再见到何赛的时候, 我问她, 昨天晚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 她告诉我, 玛丽又拒绝洗澡, 而且是断然拒绝, 她除了不停地说不不不之外, 再没有别的话, 我给她玩具, 还给她示范了那么多有趣的东西, 可是她都没用, 于是我告诉她, 如果不洗澡就没有故事听, 她仍然不听, 到最后, 我还是只能抓住她, 强行把她带到浴室里去, 和她则没完没了地尖叫, 接下来我们一起讨论, 可以消除这种对立的方法, 练习播种, 预防是关键, 和赛应该在洗澡时间到来之前, 搏下合作的种子, 她可以在游乐场告诉你, 玛丽, 今天晚上过后你要洗澡哦, 你能不能在我叫你去洗澡的时候, 自己主动进浴缸呢? 这永远是凡子对立的第一步, 事先提醒会减少孩子的抵触, 也许玛丽还是会坚决反对洗澡, 她可能会挑衅父母的权威, 甚至直接反问, 为什么我不能不洗澡就去睡觉呢? 何赛可以给女儿解释说, 我们只有干干净净才能不生病, 所以我们要经常淋浴或者泡澡, 尤其是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 会把身体弄得很脏, 所以必须得洗澡, 何赛做出这样的解释就足够了, 至少她认真聆听了女儿的意见, 也回答了她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表达同情的好机会, 何赛还可以对玛丽说, 我知道有时候你把自己弄得粘兮兮的很好玩, 就像我们去郊游和露营时候, 虽然那样做很有趣, 但我们不能每天都那样做, 所以今晚你必须去洗澡, 观察和判断。 我建议何赛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首先进行观察和判断, 当她看到玛丽, 正在开心地玩她的玻璃口袋娃娃时, 就知道她肯定不愿意被打断, 如果直接命令她去洗澡, 肯定会遭遇很大的阻力, 即使何赛提前播种和表示同情, 最终她也只能给玛丽提供丸子选择, 因为洗澡是不能回避的事情, 但是如果孩子选择的机会, 如果给孩子选择的机会, 会让他们感觉拥有了一部分权利, 或者能够参与决策, 例如何赛可以问玛丽, 是更愿意带着玩具去洗澡, 还是不带玩具, 但有一点何赛必须始终坚持, 那就是如果白天弄得很脏, 晚上就必须洗澡, 她需要做的就是给予同情, 然后提供两个选择, 或者给孩子自己思考解决办法的机会, 何赛对玛丽说, 我知道, 那你在玩得开心的时候停下来去洗澡, 很困难, 换了我也会不想走开, 我也知道, 洗澡有的时候是件苦餐事, 但我们必须洗干净, 因为我们不能张欣欣欣地上船去睡觉, 玛丽,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玛丽说, 我不知道, 反正我要和玛丽玩, 我不洗澡, 何赛说, 洗澡时间已经到了,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我们得去洗澡了, 也许玛丽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让他看着你洗澡, 玛丽说, 不, 爸爸, 玛丽在他的房子里很开心, 他不想去看洗澡, 何赛说, 我明白了, 玛丽喜欢他的房子, 但是他的浴缸在哪里, 我怎么没看到呢? 玛丽说, 他没有浴缸, 如果我必须洗澡, 他也必须洗, 何赛说, 也许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浴缸, 用什么来做呢? 嘿, 一个杯子怎么样, 我们把玛丽放进一个杯子里, 就像你在浴缸里一样, 等稍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真正的浴缸, 何赛正在帮助玛丽思考解决办法, 玛丽一边说, 一边高兴地朝浴缸走去, 好的, 我要拿一个杯子, 尊重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 何赛没有直接告诉他的女儿应该做什么, 而是让他自己来做一些决定, 这样就解决了父女之间的斗争, 更避免了陷入和一个四岁孩子的拉脚, 他在约束女儿的同时采取了同情的态度, 孩子顺利地理解了他的意思, 所以没有底子地服从了他的要求, 该认错时就认错, 你不仅是孩子的情感引导者, 更是他们的版样, 当你表现出同情的时候, 你的孩子也将学会同情别人, 当你解释和谈论情感的时候, 你的孩子也因此而懂得了情绪是可以控制的, 他也会乐于以适当的方式去表达感情, 强此以外, 他就会懂得如何进行自我引导, 以及如何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你扮演榜样的过程中, 要牢记你自己首先是一个正常人, 其次才是一位家长, 所以难免也会偶尔倒退到过时和无效的教育手段上去, 只要能够及时地终止自己的错误行为, 并马上修复你跟孩子的关系, 你的意识不顺和缺点反而会激励你成为更好的版样, 在这种情况下, 低头论错格外有错, 论错意味着你真诚地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向孩子道歉, 道歉的内容一定要具体, 要点明自己的错误所在, 并和孩子分享你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之后的感受, 这样你也向孩子证明了自己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为了达到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你可以说, 我知道你很喜欢在院子里玩, 不想待在家里, 但我们现在只能留在家里, 让我们去找你的小木马好吗? 你看,原来它在这里啊, 你也可以问孩子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玩的玩具, 或者特别想读的书, 这可以让他逐渐学会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最不能隆冷的事情就是儿子擅自离开我的身边, 那会让我立刻就火猫山降。 我的大儿子一直非常听话, 即使他不同意我的某项要求, 也会和我商量地解决, 不过我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家伙, 却总是在该吃饭或者该洗澡的时候满屋子乱跑, 自从我意识到小儿子不会因为妈妈是一名儿童心理专家, 就乖乖听话之后, 心里就感到平和多了。 因为我明白了, 他不过是和所有同龄的正常孩子一样, 爱疯爱闹吧, 无论我有多么生气, 我都会先冷静一下, 绝不会在房间里冲他大喊大叫, 你给我过来。 我只会用时事求是的语气告诉他, 等他跑够了, 就过来帮助妈妈。 我对他喜欢被人追逐表示理解, 然后问他需要多长时间, 他通常的回答是, 一个长长的一分钟。 当他旋风一般风跑过后, 我会给他一个警告, 你可以选择让我过来抓住你, 也可以自己主动去洗澡, 我让他自己选择, 大多数的时候他会自己去, 其余的时候则由我抱着他, 或者温柔地推着他去洗澡。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 你可以鼓励他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或者应对挑战。 既然我们不能出外面玩, 你想要做什么呢? 如果他的回答是, 我想不出来家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可以做的话, 你可以把这当成是表达同情的好机会。 先给他一些思考的时间, 你可以说, 我看你还在生气, 什么时候你愿意想办法了, 就告诉我。 如果他请求你的帮助, 你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但也要让他自己想出一些来, 你这在尊重他的想法, 让他知道你不会因为他发表意见而讨厌他。 无论他是生气还是沮丧, 你都会陪在他身边, 这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情感引导的关键步骤, 随着不断实践和努力, 情感引导将成为你的第二天性。 让我们回顾一下公园里, 那个富有同情心的小男孩克尔顿吧, 他的父母究竟是怎么教育他, 才使得他能够如此体谅别人的感受呢? 以下是他的父母所遵循的步骤, 对他们而言, 这是习惯成智兰的教育方式。 拨下总之 拨下总之是要提前让孩子知道, 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以及也对他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事先知道要求是怎样, 孩子就更有可能合作。 每次我和丈夫打算带孩子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都会在早上就提起这个话题, 我会告诉孩子们, 今天晚上爸爸妈妈要带你们去饭店吃晚餐, 你们明白我们要去做什么吗?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家人要在包间里, 坐在餐桌前吃东西, 所以你们不可以大喊, 也不能乱跑哦。 就像这样, 简单的解释可以让他们为接下来的活动开始做准备, 让孩子们知道在饭店里,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我们还会带上一个玩具包, 里面装着各种可以在餐桌上玩的有趣的东西。 在乘车去饭店的路上, 我会再次提醒孩子们, 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 也就是说, 我们要坐在包厢里, 安安静静地吃饭, 不可以到处乱跑, 也不能大吼大叫。 我还会在进入饭店之前提醒我的小儿子, 我们就要进饭店吃饭了,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在坐下之后, 我们会对孩子们这样讲, 这里个真棒呀, 我们马上就会吃到一顿美味的大餐, 然后我们会分给孩子一个玩具, 并和他做互动游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一家人出去吃饭, 不就是为了享受一下吗? 所以, 我们尽可能地让孩子们也觉得舒服, 在必要的时候, 包容他们的要求, 包容他们的请求,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提前种下合作的种子。 观察和判断 观察和判断的本质是关注, 你需要关注孩子的行为, 观察他在什么情况下, 最容易烦躁、吵闹或者沮丧。 孩子的个性是怎样的, 什么样的事情最让他不满? 当然, 这些诱因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改变, 养事时会让他烦恼的事情, 将不再困扰四岁时的他, 因为他已经具备了更加成熟的应对能力, 和更加坚强的忍耐力。 如果你知道, 某个玩具会让孩子遇到难题的话, 一定要陪他一起玩。 观察他如何想翻设法, 去弄明白, 并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不要直接告诉他答案, 或者干脆代劳, 而是要引导他去掌握方法。 你可以示范, 但一定要给他自己动手的机会, 仔细观察你的孩子, 并了解他的个性, 这有助于你预测, 何时可能会面临挑战, 并提前做好准备。 观察的目的还在于观察孩子的需要, 例如, 他是不是饿了, 渴了, 累了, 热了, 冷了, 或者过度兴奋了。 不乖的行为, 往往是孩子表达这些基本需求的手段, 一旦满足了这些需求, 孩子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聆听,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认真听取孩子们的意见, 聆听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也没有人质疑它的重要性, 然而根据我在幼儿园就职时所了解到的事实, 许多成年人都声称他们在聆听, 但实际上, 他们的注意力过于分散, 并没有真正注意孩子们说什么。 很多压力过大的家长的确如此, 如果你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去认真倾听和理解孩子们的想法, 他们会非常耐心地讲给你听。 更加幸运的是, 坦诺, 你有哪一次没有聚精会神地当个好听众, 孩子们是一定不会忘记提醒你的。 例如, 在读书的儿子说, 你能来看看这个吗? 妈妈, 这个不是国王, 他应该是个丸子。 在洗碗的妈妈说, 对, 是个国王。 儿子说, 哦, 你根本没在听, 算了吧。 妈妈说, 我就在你身边, 我在听, 亲爱的。 儿子说, 我知道你在这里, 但我觉得你没有认真听我说话。 聆听的能力对于情感引导而言至关重要, 听年幼的孩子说话, 和成人说话有所不同, 你需要同时用你的眼睛和耳朵去关注他, 你甚至可能需要蹲下来和他视线齐平, 以便能直接和他进行眼神的交流, 让他知道你确实在专心自制地关注着他。 此外, 良好的聆听不仅意味着要注意孩子所说的话, 也包括观察他的肢体语言, 阿戴尔·法博和伊莱恩·马兹利斯 所合著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 怎么听孩子才肯说中, 有这样一句字里名言, 先听后说。 体察并理解孩子的感受, 当孩子遇到让他情绪激动的状况时, 或者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 他最需要你去接受并回应他的感受, 想要分辨孩子是否在借用不乖的行为来发泄情绪, 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 你自己或许也正在因为孩子的不合作而闹情绪,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你作为情感引导者的责任, 都是要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感受, 比方说, 当你的孩子因为有人对他恶言相向, 而红着脸哭鼻子时, 你有两种方式可以处理这种情况, 一种是不把孩子的感受当一回事, 立即试图说服孩子不要去理睬别人说的话, 另一种是承认并接受他的情绪, 我知道你在生气, 你需要爸爸的帮助吗? 这样可以帮助他扩充感情词汇, 情感词汇量, 他很快就会记住, 内心的这种感觉原来叫做生气, 他还有此得知, 人们在生气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渐渐, 他便能够判断别人的情绪, 他也会知道如何去应付对自己的情感, 父母应当鼓励孩子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其他孩子听, 但绝对不能允许孩子把情绪发泄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父母只能鼓励孩子用语言去表达, 并给他们示范该如何去做, 同情, 同情的力量是惊人的, 特别当孩子经历消极情绪的时候, 如果你能把自己放在他的角度上去思考, 而不是轻视他的感受, 或者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 这种消极的情绪会更快地消失, 当我感到有人理解我的时候, 我就不会那么有敌对情绪, 也更愿意去和人交流, 儿童和成人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当关爱我们的人, 聆听和理解我们的时候, 我们同样会感到慰藉。